一个灵活的车位响应 车辆循迹性很棒 表现同样稳定的 还有质解27的刹车系统 在试驾的几圈里并没有明显的衰竭 开一辆3.87秒就能破百的电动车 刷赛道是一种什么体验 本期的额看新车 就来大家感受一下 质解品牌的赛道体验日吧 自2021年1月 质解汽车的概念车发布至今 已经过去了有一年多了 相信各位对质解汽车旗下的 首款轿车质解L7已经不再陌生了 近日质解汽车举办了 质解L7的首场试驾活动 地点还是在上海天马赛车场 感觉有点东西的 要知道质解L7可是一台轴距3米1 车身尺寸堪比宝马5系 长轴轿轿车的中大型车 任谁都不会想到 它的第一次试驾活动 会是以赛道性能体验为主 但是再一想 它拥有高达425千瓦的电机输出功率 官方3.87秒的零百加速时间 还有威廉姆斯前瞻工程团队 参与的底盘调教 小朋友也就没有那么多问号了 话不多说 直接跳至本次活动赛道体验环节吧 了解天马赛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是一条快节奏的多弯赛道 说实话并不是很适合 质解L7这样的中大型车 反倒是车中在一吨出头的紧凑型车 非常适合跑天马赛道 调整好坐姿 使出天马赛道的维修区出口 一脚地板垫后的强大加速感 会将你摁在座椅椅背上 3.87秒的百公里加速 并不会让驾驶者感到任何不适 反而让驾驶者更加信心的 将加速踏板一踩到底 在弯中车头的指向性算得上精准 并不需要驾驶者过多的去修正方向 后轮转向系统在过弯时 能够带来一个灵活的车尾响应 车辆循迹性很棒 表现同样稳定的 还有质解L7的刹车系统 在试驾的几圈里并没有明显的衰减 要知道2.2吨的车重 对刹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其实车底的电池 应该是双人键般的存在 前面说了它能帮助车辆降低重心 但是在赛道驾驶中 过大的车身重量还是对操控有些影响 在高速弯中总是有些外抛的趋势 有点转向不足的意思 需要驾驶者多打一些方向来进行修正 由于我们这次试驾的时间有限 这次能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很多 在驾驶模式方面 质解L7有超级节能 节能 标准 运动 和自定义五个驾驶模式 或许模式名称在后续会有变化 不同模式对应不同的车辆参数 从动力输出到转向手感 从悬架软硬到刹车响应速度都有不同 但是拥有这样的操控水平 对消费者来说总共是好的 你可以不用 但我一定会提供给你 后期质解汽车还将对L7的内饰 做大幅度的调整 因为现在的人机交互 对驾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友好 方便操作的物理按键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好了 本期的额汉新车到这里就结束了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相信下一次我们对质解L7的体验 还能带来更多新的东西